第一個這個手機的這個這個部分的檔案應該怎麼做 當然最笨的方法是塗寫鋼嘛 你就打09111-084再1-007 那如果這邊會員假設有一萬個的話你要打到什麼時候才能下班 所以如果你是客服人員的話 絕對不是這樣做啦 怎麼做呢首先你必須要懂得去 把這些資料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一定要end符號 在一次有裡面的固定公式一定是這個end符號 那另外的話要重複幾個0的話可以用REPT 重複0啦是用REPT 那要重複幾個 那你可以用3去減掉 什麼呢用LEN去算這裡面有幾個 比如說算他裡面有兩個嘛 3減掉2那不就加一個0嗎 那用REPT就重複一個0的意思 OK所以如果大概概念是這樣的話 我大概有個邏輯 我大概知道說原來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得到我的解 那怎麼做 接下來第一個 我就先在這上面輸入公式 那公式的輸入方法很簡單 開頭一定是等號就對了 等於 意思就是把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丟到儲存格的意思 這個等號有點像是 把這一串公式的結果 放在底下的儲存格 的那個概念 所以這個等號其實跟以前那個 數學運算的結果那個是不太一樣的 只是說符號是一樣的 等於那 第二個還有概念就是說如果是文字一定要雙語號開頭 然後雙語號結束 所以呢我們要先加一個文字 09 然後AND串接什麼 串接這個電信頁 那你可以不用從全部 全部 做完之後再輸入 你可以先輸入一部分之後有沒有 然後直接打勾看看 那打勾之後他就有個大概的結果 那你假設說還要假設沒問題你可以接著做 怎麼接著做 點一下繼續AND AND什麼 我要一個減的符號所以呢 沒關係你可以慢慢來 其實我覺得工作 可以很愜意 然後只要不要做錯就好 不用急 OK打勾就有了 有沒有然後再來 084 那084不是說自己叫你串一個零 然後再84 不行啊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串一個零那邊就0142 不對了 所以呢 你要算補幾個零 還要有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 就是呢用重複幾個 所以AND 然後面就串 重複幾個文碼 REPT 所以這邊用打的 REPT 那如果你打上這個 這個函數之後 他會提示啦 當然你可以點他兩下也OK 他會自己幫你加 這個 這個函數 並且加個 錢瓜虎 然後問你幾個問題啊 第一個 請你 告訴我說 你要重複 什麼文字 TESTER TESTER關鍵就是文字 什麼文字呢 幫我重複幾個零 重複零 所以零 特別是 如果是TESTER 一定要前後加雙一號 這個固定規則 OK 如果你沒有加前後雙一號的話 那 結果一定會出錯 OK 所以只要TESTER 文字的話呢 切記一定是前後雙一號 然後 那麼逗點 第二個參數再加什麼 他問你第二個問題 重複的次數呢 你要重複幾個零啦 OK 意思是說 前面零是重複的 的文字 後面是數量 那你要幾個 當然你不能說 我要一個 如果你大概一個的話 你打勾 他會出現一個零 是沒錯 那問題底下不一樣啊 底下這個 這個可能要零 這個沒有啦 像這個要兩個 所以我們這邊後面這個一的話 你就要想到一個公式 什麼公式呢 用3去減 這個可能比較麻 比較需要轉個彎 然後呢 算一下L1N L1N是什麼呢 就是算一下 哪個地方呢 這個 區碼裡面的 總共字數 所以如果用L1N算完之後 裡面得到應該 因為兩個嘛 所以他 回傳 結果是2 他回來是2 3減掉2 那就是1了 OK 那就是後面再加一個後瓜 好那你把他打勾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零就出 那你可以把他快點兩下 底下就填滿 你會發現 底下只要 長度不足3碼的 他會自動幫你補一個零 有沒有 那如果像這邊 給我這邊再 改一個 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 他裡面只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他底力著一個 那 這邊變零 如果你把他改成一個 一個的話 他就變成什麼 兩個零 那如果你把他改成沒有的話 他變成三個零 也就是說啦 這個公式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根據 這裡面有幾個字 而決定 他 應該補幾個零 剛好就是用3去減就對了 OK所以上個禮拜有講到那個 L1N的函數 就算裡面幾個字的意思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後面還要再加 再加上他原來的區碼 所以你再加 AND AND這個 AND OK打多就好 有沒有8次就有 所以向下填滿 有沒有你會發現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呢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不過差不多了 再來的話 默碼 那默碼你會發現 這個默碼的規則 其實跟前面的區碼的規則 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 位置不同 所以其實 當然聰明的你應該知道了 就不用重做了 你當然如果你要重做就AND一個-號 然後AND REPT 幾個零 然後 L1N算一下 H4不就這樣 可是你想說這邊不是有一個類似的公式嗎 所以比較聰明的辦法 怎麼樣 你從AND 就是F4的右邊這邊AND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複製這個公式 那記得AND一定要複製 為什麼 貼到後面這邊沒有一個AND 所以AND要複製到 然後把它切 切上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兩個G4 改成H4就好 改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選取點一下 他就改了 或者直接改這個H也可以 反正方法很多 你就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然後向下點滿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所以應該可以 懂 我在做什麼 OK 所以這個是方法一 那想說老師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有沒有其他方法 當然有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第一個想到的是REPT加L1N 那比較容易有問題的應該是在那個什麼REPT這個 這個裡面記得用什麼 用3去剪 這個我發現很多同學 比較轉不過來 那當然這裡順便了解一下 其實就是 慢慢也要習慣用函數的那個 怎麼講 一個習慣 還有它的規則 其實不要你背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說他問你什麼問題 你應該給他正確他需要的 這個參數的 資料 那主要還有個形態很重要 如果他是TESTER一定要給什麼 前後雙以號 像如果這邊假設你沒有打前後雙以號 他有可能會出錯 不過有的時候你會發現之前有同學就忘了家 但是 坦白講 ECL其實還蠻有人情味的 怎麼說 理論上他應該要出錯的 但是 他有的時候呢 就還蠻 就應該算 人情味的一種 就說 好啦我知道你應該是不太熟 所以呢我自動幫你補正 所以你會發現雖然我輸入的是一個數字 但是呢他自動幫你轉成文字 所以好像這樣 之前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可是我這樣打也對呀 對 他說這個地方前後沒有加雙以號 然後呢 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這樣打也對呀 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子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這樣對的原因是因為 Excel 它對你很堪容 OK 那如果你今天用別的環境 比如說你去寫那個像Python好了 Python就沒有 Python你形態錯就錯 他絕對不會讓你過的 OK 那像Java那更嚴格 像C語言 哇那嚴格到不行 一點點錯都不行 所以每個工具 每個語言 我發現 還是會有 有沒有彈性的問題 那這跟人也有關係 我發現台灣人真的 相較之下 還是比較人情味的 那你外國人不一樣 我規定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也就 所以不同的文化背景 會產生出來的 觀念也不一樣 所以剛開始我在學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就有點不太習慣 哎呀為什麼這規定會這樣子 會是那樣子 原來這個背後 其實跟那個 文化背景很有關係 像他們還蠻 像語言裡面也蠻重視那個什麼 就是 公跟私的問題 Public跟private的問題 所以他們 那當然這觀念我剛開始比較沒有 所以 慢慢慢慢的 就是用 觀念去了解他 啊記得啦 當然你剛剛那個地方是可以 不佳 但是我建議啦 還是養成好習慣 反正你只要觀念正確 以後你再做 一次有任何的操作 那基本上就不會錯 反正我們盡量就不要犯錯 那你當然做起來就會很順暢 基本上觀念正確 做出來的結果應該也就不會差太多了 OK 雖然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 應該叫什麼 行不由盡吧 雖然有小路可以走啦 但是我們還是不要走 我們還是走大路 不然小路哪 哪時候突然 鑽出一條蛇出來怎麼辦 把你咬一口你不是得不償失嗎 OK對不對 所以 盡可能的觀念正確比較重要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公式先打出來 那如果你怕這個公式 記不太起來的話 其實未來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都有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參考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文字與資料函數 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文字就會是在這個第四頁的地方 你看一下這旁邊有頁數 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這邊就有一個答案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當然你在工作上面 第一個被要求的 就是說你要能夠很快的把公式想出來 然後知道用哪一些函數 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可以 做事的 需要的時間 大概就是一分鐘 可是呢 如果你不會 這個 對的 答案公式的話 那你做的需要的時間 同時就是一整天 可能還不止 今天一整天 明天還是一整天 未來還是每天都要忙碌 但是如果你把公式想出來的話 那就是一分鐘 甚至很快不到一分鐘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 效率差異 真的是十萬八千里 那另外的話 你的 你的時間效率 其實跟整個公司企業的效率也是相關的 所以整個公司的效率如果全部都很厲害 每個人都是幾秒鐘就完成的話 那這公司的效率差 超級宇宙高 你覺得 跟這家公司做生意實在太好了 這家公司完全不用等 你跟他講什麼他馬上給你 你要的東西 實在太棒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更多的公司 也會跟他願意跟他做生意 而且他不只快喔 而且還精確 然後又很穩定 那當然他業績自然就真真日上了 對不對 那這個講的類似像台積電這種公司 他就是什麼 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你會發現台積電的員工 基本上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這個一點都不誇張 OK 我認識的啦 就我知道認識的台積電的員工 而且 他們也不斷在學習 很願意花時間學習 OK 所以基本上他們每個人都是在有效率的做事情 另外的話當然 他們的 相對 這個穩定性也高啦 競爭力也強啦 所以其實說真的 假設說你現在要找一個 找一個人或者找一家公司合作的話 你當然會想說找那個效率好的 找那個穩定的嘛 你總不會想說找一個那個 每次跟他 訂個東西 或者要個資料 他就給你拖個很久很久才給你 當然你會覺得感覺很差 或者給你的資料還錯誤 當然你會覺得那更糟糕 對不對 可是相反的 跟這個公司做生意 哇這家公司太好了 又快然後又有效率 又有效率 然後做的又很好 價格又便宜 說真的你不找他還找誰 同樣道理啦 你個人也是一樣 你如果你是那種 做什麼事情 又快速有效率 然後呢又精確 對不對 所以不找你找誰啊 所以如果你將來想要在職場上面 能夠 很有發展啦 我是覺得這要件很重要 這應該是基本要件啦 啊剩下來當然就還有其他的 專業能力應該蠻重要 那你說 那我 背景很重要啊 對啊 可是問題你爸 你爸爸 你媽媽就不是什麼 380嘛 那怎麼辦 你是NO80 你如果NO80 那你只好靠 你的專業技能了嘛 而且說真的 你如果靠 靠380的話 380可能會倒啊 可能會 選不上 或怎麼樣 那怎麼辦 你可能又沒有背景 對啊 所以當然最重要我覺得 這個 家財萬貫 真的不如一技 一技再生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 還是專業一點 真的 應該就錯不了 目前我來看 應該 很多東西是 可以被取代 但是專業 我覺得這東西應該是沒辦法被取代的 好啊那你要怎麼樣 夠專業 這一點可能要思考一下 好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的 這個 手機的 這一個 公式先完成 但是跟各位講喔 這還不是最快的 因為後面還有VBA 也來到外面講說 你看他下工 他寫公式 麻煩 你有沒有辦法按個按鈕就OK了 對那 那當然你要想辦法 試試看 得到